單位火勢猛烈 大量龍煙攻上樓上 火警發生在星期三下午4時多 藍田德田邨德龍樓一個低層單位突然起火 期間多個樓層一度傳出有人被困 火警當中有7個人 懷疑吸入龍煙不適需要送院 當中包括起火單位的住戶 而大廈6到10樓的居民就疏散到地面 當中不少都是長者 亦有居民帶著貓一起逃生 大火救息後外場嚴重噴嚇 樓上幾層單位亦被波及 消防事後在現場繼續調查起火原因